好的 未酬募吉隆坡慈继国际学校建校基金 雪荣与台湾慈继之工举办珠宝义卖会 邀请企业家出席 这个捐者的友情 今天买者有爱心 共同来串起来这个殊胜的姻缘 来顾持马来西亚教育事业的发展 各式珠宝是台湾善心人士捐出 由13位慈继之工从台湾带来吉隆坡义卖 把珠宝这个法器变成现金 现金然后让一些有心人士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共襄盛举之后 把这个府接回家呢 它又可以继续传承 他们的人文教育方面都是很成功的 所以如果创办了这间国际学校的话 许多小孩子都是很有帮助的 为善不若人后 义卖现场有志工捐出台湾雕刻大师 著名的布雕作品为教育尽一份力 这是我的心愿 然后因为上人一直讲说 马来西亚的人都非常的精进 那这是让我在我的根深蒂固的脑海里 我觉得我应该付出 我觉得小孩子应该从小就有这样的 这种模式来教养他们 然后长大才不会偏离走大 办教育是百年数人的大业 期许在众了的护持下 吉隆坡慈记国际学校圆满建成 大约新闻王正寅胡永雄王日发 马来西亚报导